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板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说一下这个联合王国和我们的掌上民主 Hong Kong的这个这有两个事 那为啥要说到联合王国呢 其实道理也很非常简单 因为呢 毕竟啊 现在都已经改朝换代了 今年这个西方呢 整体这个变化挺大的 基本上很多右翼都上台了 然后 但是只有这个大布林颠吉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它呢 是这个从右转向了这个中左这种套路 那这也这个意味着它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特立独行的 那它特立独行呢 也代表它政策上是特立独行的 始终这个工党啊 虽然说跟中国关系不会好到哪里去 但是呢 肯定是比这帮保守党的货呢 稍微好一点 这不就是放出一个最积极信号 就说不要听他们做 听他们说什么 看他们做什么 之前他不是这个新上来的这个首相吧 上来以后他不是说跟中国有合作的地方合作 竞争的地方竞争 这种话呢 就是像拜登的这个话术一样的 其实他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合作 但是在军事和政治上我跟你是斗争的 竞争上他们还是有钱赚 他要走出一条新的一条冷战模式 就是说不像那种苏联那个时代 大家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也没什么贸易 大家都是独立的 你有马歇尔计划 我有这个摩洛托夫计划 对吧 就是不一样的 经济体系 经济模式都相互之间不交互 但现在呢 你跟中国之间是经济都是高度依赖 高度交互 相互之间谁也摆到不了谁 手心跟手掌的这种关系 手心跟手背的关系 不是手掌 手掌这种关系 那英国放出一个最新一个信号 好消息传来 英国在电动汽车政策方面有了新举措 市场为此一片欢腾 强大森雷诺兹明确指出 雷诺兹明确指出 英国不像欧盟那样对中国电动车不征收高阶税 这让驾驶中国电动车的英国朋友喜笑言开 欧盟设置贸易壁垒 而英国却敞开怀抱 雷诺兹直言欢迎中国电动车 这不仅是对自由贸易的支持 更是欣喜民众 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合作开放方能实现共赢 英国的这一做法无非为全球贸易树立了良好榜样 相信中英在电动车领域的合作会愈发紧密 为消负者带来更多实惠和便利 让优质的电动车走进更多的家庭 现在中英电动车合作愈发红火 英国有一个牌子被上汽收购了 叫明爵 这个车呢在国内卖的一般般 但是在英国我不知道 但是反正在东南亚和那些拉美的一些地方 卖的还是可以的 包括在那个印度 这个车子也还是行的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宝马mini有一款这个电动车 好像就是从英国这个产业链迁出来 迁到了这个华晨宝马那边去去建了 现在在国内能够买到这个mini cooper的这个电动版 我看还有很多人去买 我们频道也有粉丝去买的这个车子 那么英国呢现在呢 这个能源危机作为一个岛国 它呢这个开电动车 我觉得呢是符合 就是电动车就在英国这种地方开是最好的 像这种国家国土密集不是很大 然后呢你这个基础工业也有 基础设施也有 充电站充电桩也能造 然后在这种地方开呢 你又是追求一个什么环保 对吧 那在这种地方开 那显然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你说冬天嘛 冬天也无所谓嘛 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在伦敦周边活动的 你说在那个冬天你开一开也无所谓 不像在中国东北呢 电动车是不实用的 对吧 那么英国这么做 就代表了一种态度 什么态度呢 就是跟中国的一种合作态度 它上来首先要讲合作 竞争到时候就是批尖批尖的 你美国指哪我打哪就完事了 或者说我也给你扬送英伪 得了 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 他也 我看他们也想要跟俄罗斯 也想缓和关系吧 只不过现在呢 是不能这么去做 他呢 中国也不搭理他 我说过中国就把英国晾一边 哪两块哪呆着去 对吧 但是看中国现在跟加拿大都主动开始改善关系了 因为特鲁多他跟这个美国的拜登不一样 拜登你跟中国这样子去支持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现在就是高度泛政治化 所以我说他越来越像台湾了 就是说老百姓打嗝放屁都得讨论政治 都得关注这个选举 你看这些年他的投票意愿是越来越大了 很多老百姓 以前老百姓都不投 现在每年你说合着那个大选 有大概1.5亿人投吧 那美国有3.3亿人吧 对吧 其实真实人口比这个还有多 很多都是黑虎 那算在一起起码有这个数 3.4亿这样子的 对吧 人口也是非常大 那你投票只有大概1.5个亿的人 你还有2亿人上哪去了 但是现在投票的人越来越多 就是每届每次都以几千万人口的速度往上增 所以说他那边也是越来越泛政治化 跟台湾似的 所以我说美国就学台湾 台湾是他的谍 他应该叫台湾叫谍 而不是台湾叫他叫谍 所以说 但加拿大这个国家 我之前也讲过 他们没有那么的泛政治化 就是说政治这个东西 其实跟老百姓去讨论的那个意愿不是那么那么的强烈 那你在这个里面由中国给你暗中给你支持啊 或者怎么样啊 因为中国的这个网军太厉害了 你说句实在话 你那些五毛 那些网络信息化作战部队的 他同时能掌管多少个账号 在你网上那么多 给你搞那么那么多这个资讯 你受不了的 还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合作 对中国的这个支持 你看 我说过川普他要他要当选啊 那中国俄罗斯都支持他 对吧 而且是国家领导人支持他 那你拜登就没胜算了 倒不是因为你这个枪击 这个枪击现在有多少人还去讨论这个事 没有多少人讨论这个事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件事 我们呢 心里已经很很清楚了 那么说到这个英国 那澳大利亚跟中国也改善了 阿尔巴尼斯说实话 他也是一个 挺挺强硬的一个人啊 但是他上台在现实面前 还是要跟中国改善关系 那新西兰也就也就装逼 简单说两个硬话 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呢 他就说 哎呀我们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以前他都不讲 现在美国逼他讲 那就讲一讲 装个逼呗 表个姿态 跟中国该做生意 该做买买还是做买买 那唯独一个英国 这四个 这个跟美国呢 肯定是铁定干 那跟加拿大呢 有这个必要吗 对吧 你干啥呢 你这些人跟中国老逼 你那些矿 别的国家又不要来收的 只有中国他们要来收 你是什么里矿啊 你这个矿那个矿的 都中国来收 对吧 你那个地大物博 你狗子的世界 第二大占地面积 那么大的地方 你那些资源 不是说要中国 要收 中国是资源溃乏性国家 那不都得你卖给 你得把这个 自然去澳大利亚 把这些 你们霸占这些土度的人 的资源卖给中国 你自己人口那么少 那他妈几个软 几个逼的 他妈在那地方 待着还几个皮 在那地方待着 你用不了那么多资源 那你不得卖给中国 你才能挣钱吗 你这些国家 不都是靠这个来挣钱的吗 那你说你跟中国 老逼啥呢 好 那英国 英国就不一样 英国它 是搞很多金融的 你现在中国 很多项目都不让 他英国来投 像之前那个瑞士 中国现在跟瑞士 因为他之前恐吓中国 你看现在瑞士银行 都快完蛋了 全世界资产 龙药都快完蛋 所以中国的制裁 是很猛的 你英国跟中国 你不对付 你就不行 你玩着离爱 离爱均衡主义 你就不得赚 因为你要退出欧盟 包括要让欧盟 跟俄罗斯使劲干 但是你 你也是很伤的 你是首当其出 你现在这个物价 这么恐怖 对吧 很多在英国的小伙伴 都跟我反馈 在英国那个物价 苟着的每个月挣的钱 他妈的就是基础消费 消费完之后就没有了 你说还说 都有点闲钱 去拿度个假 坐个什么好的飞机 去哪玩一玩 都没这个闲钱了 就每天的生活 就是产品油盐上出茶 水电煤 就这些事 那你说 那你说你出了远 去这种国家干啥了 对吧 所以说你 中国之前 很多的资金到英国 他要这个收购 非常多的这些企业 英国那些垂死的企业 没有技术革新的那些企业 那些破厂子 老工厂 对吧 中国要去收购 还有什么200纳米的那种 200纳米那种芯片厂 都以国家什么安全为由 都不让中国来收购 你200纳米 你跟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 你吃饱了屌 没屌是干 所以说这个国家 你不搭理他 他就会舔上来你 以后他会越来越舔中国 以后这个大英 他会越来越舔中国 很现实的 而且他毕竟他还要来 在投资 还有你很多东西 要记录他的 中国那么多大宗商品 不要记录他伦敦交易市场 里面去搞 现在慢慢都给他退掉了 都不搭理他了 之前在英国搞核电 那么好的项目 花龙一号什么这种 对吧 你非要说以国家安全为名 这那的 捉逼 把自己往这里捉 你现在不是做成这个BR吗 那很多我们香港的高端的这些 我们这些高端的这些 香港的这些高华 不也是跑到英国去了吗 到英国去 人家 对吧 可以不吃饭 可以不喝水 可以不工作 对不对 英国毕竟是一个 高端的国家 要去享受高党的福利 在英国的小伙伴 我想请问你香港人他们过来以后 马上可以享受高党的福利吗 好像不能吧 好像是得 他们把他们的港币兑换成英镑 换完以后 换完以后 这个人好像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吧 所以说到香港呢 我们得说另外一个事 笑死 狗咬狗 他被美国主子抛弃了 港区国安法落地后呢 犹如定海神针 香港的翻路稳定 有了可靠保障 今年三月基本法第二三条立法也已落实 那些乱港约由 静坐鸟兽散 但也有他们的同伙继续留得下来 所谓香港记者协会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金童玉女 实际上就是阿猫阿狗 就是香港记协的领导臣 这他们612日的幻界合影 而他们的主子都在境外 要不在纽约 要不在伦敦 中间穿黑衣粉裤的女子 叫郑加卢 32岁 中国香港籍 美国WSJ华尔街日报的再编辑者 新出炉的香港记事协主席 可就在他准备大展拳脚之时 他的主人却突然飞起一脚 将他踢开 然后他开始咬C的主人 他那委屈 愤怒 绝望 欲哭无泪 寸肝肠寸断 憋到内伤的样子 让我看了好难过 这是许多内地和香港的网络 都看不太明白 因为他对WSJ是非常忠诚的 而他又是WSJ力捧的 怎么就突然间狗咬狗了 起初呢 也是不太了解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里什么原因 看一下 先说说香港记者协会 是个什么玩意儿 该协会成立1968年 当时香港正在掀起红色浪潮 英国人为了控制香港舆论 故意设议 成立了HKJA 对外声称是民间组织 属于专业技术协会类别 97年香港回归后 HKJA跟其他专业协会 一样留存下来 但专业技术民间组织 只是他的外衣 它实际上是 英美舆论机器的一部分 没过几年 这个民间组织就迅速扩大 它下面有执行委员会 操守委员会 中国关注小组 国际关系小组 新闻自由小组 会员培训小组 福利小组 维修小组 看舞小组 那么你要 真正就是要维持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一个组织呢 你得花不少钱 光记者的专业的摄影机 照相机 这就是一个就是说 非常的夸张的一个开支 还有你要养 你说说你要养这些狗 你那个狗场里面养狗 你每天你不得投为肉啊 就这么大的开销 那你这个在香港的时候 他华尔街日报啊 或者说这些英美舆论 他愿意来支付这个钞票 情报部门愿意支付这个钞票 现在你他妈狗场散了 你这个跑到主人家 家里面去生活了 那他妈跟他妈 那狗跟人他妈一起生活 那会得他妈人畜 共患他妈寄生虫这种病啊 批虫什么 那这种病就不都上来了吗 那主人被他妈批虫给咬了 你不给他他反而过来干你 你这个月怎么还不给钱呢 跟他们言婆西文 他们送江要钱似的 钱呢拿银子来 你被逼急了 你不拿刀剁他 那就把他给砍了 因为我说过 你是没有统战价值的 你在中国或者在香港 你这种机械主席 你是有统战价值的 你去了美国 人家要你在香港哪事 在香港去拍这些素材 你是在香港拍不了素材 对吧 香港黑暴期间 就是这个香港寄些 这些那些那些那些照片的 那些啊 给全世界看那些照片 都是谁拍的 不就他们拍的吗 对吧 那现在你 你在美国你领这个工资 要你在那干啥 要你到前线去 你他妈躲 后面堡垒里里面干什么 那么再一个 前两天那个利资 英国利资啊 利资有 我记得有个历次大学 中国有好多假货 都是在那边弄的 那个留学的毕业证书吧 就是一年期的那一种硕士 对吧 那一年期硕士 我没说错 那不就是假货 是不是 大家说 大家说是吧 在英国很多留学 很多学校都他妈也记得 啊 其实跟他们澳大利亚的学校 有没有啥区别 跟加拿大学学校 没啥区别 啊 我也不知道去那边 你能弄个文凭 说你实在话 现在学历过剩 现在我们在上海 卷到他妈的 很多酒吧 我都找不到工作 海归留学都找不到工作 啊 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 真正真正去学点东西 不要说混个文凭 真正去学点东西 就只有个例子 前两年不是发生 那个那个暴乱 那这儿 那那咱中国也没说 这是亮丽的风景线吧 是不是啊 你说你那个福利 福利会 你说你把那孩子 强行带走干什么 那么神经病似的 你说他们天天说 自由民主自由民主 那你说你这个福利院 你把人家孩子带走干啥 那父母教育是父母的事情 你可能孩子带走干啥 罗马尼亚籍的 对吧 英国有很多罗马尼亚人 那个昂萨称罗马尼亚人 为白脸当中的建筑 给他们这么打 他们短 打他们那种包身功 长功的 干这种事 对吧 所以说 非常那妈的扯淡 那你自己那个 是不是亮丽的风景线 你咋不说了 丢死人了 然后这种女的 被开掉了 要你干啥 现在钱都挺难挣的 现在华尔街日报 啥都得靠在马桶盖上 憋新闻他妈才能挣 挣钱的时候 他就说自媒体 把那传统媒体都给干 干晕菜了 你还给你发工资 养你们 那么贵摄像机 照相机 是吧 你们又不交一分钱 在伦敦 在纽约 笑死人了 真的是 尽他妈丢他妈的花脸的脸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